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 我生活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市 从春节之后的大年初三 我们因为受全国的疫情影响 我们这里的小区还有这个城市就封闭了 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黑龙江省发布了一个文件 关于对没有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城市 进行了防疫等级的调整 那么呢,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看看我们这个城市跟小区的现在封闭情况是什么样的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因为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我让大家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我身后的美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景色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后是超市 超市的这个路口也是封闭的 看我身后这个路口 就是超市的路口 现在也是封闭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区的路口 现在还是封闭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也是封闭的 我认为我们这里现在有点防疫过渡 因为毕竟我们这里没有出现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没有患者 所以说居家隔离的一个多月 现在孩子处于这个封闭状态 我认为有点防疫过渡 网友朋友们 你们所居住的城市现在是什么状态 是否和我这里一样也处于这个封闭状态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转发加关注 谢谢